價值2萬5的Apple Watch掉進大海裡 還能找回來嗎? OMG 喔~~ 不是我的 欸 筆帳筆帳 筆帳 不是我的 不是這個 你給我盪成兩個人 哈哈哈哈 事情是這樣子的 這個週末我跟原學校同學們一起去參加跳島行程 我們去了沙丁與風暴跟金沙一起游泳 還看到了很多很可愛的海底小動物 但是就在某一次上岸之後 我們的台灣同學Jason 突然發現他價值2萬5的Apple Watch Ultra 沒有嗎? 沒有嗎? 經過全程的統一之後 我們決定直接返程回到剛才的大海裡 開始了尋找手錶的大冒險 9點30分 潛水大哥第一次下水尋找 此時我們在剛才拍攝的照片中發現了很重要的線索 你看 這是不小心拍到的 沒有 一樣的地方 沒有 有了 白色那邊 對 應該在這裡 他其實就是幾個大石頭跟珊瑚 但是這裡的潛水大哥一看 你竟然就知道了大概的位置 真的超屌的 10點10分 剛才下水潛水大哥上岸 並沒有看到我們同學的手錶 在重新討論戰術跟地形之後 10點20分 潛水大哥帶著他的兄弟們 第二次下水尋找 10點50分 我們今天很少人放棄了 想說留下電話就好 但在正準備要走的時候 我們收到通知 潛水大哥上岸了 空中 真實 天啊 天啊 我的天啊 很多照片 不是我的 照片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哈哈哈哈 好啦,我猜是有人從韓國 因為是韓國的 文字 啊,韓國 那個時候真的是尷尬到我不敢翻譯 還是提醒大家下水完一定要把貴重物品收好 我第一天晚上吃的挑釣蝦、生煙鮭魚的女兒 早上一起床直接暴吐 繼續一直拉,總共拉了大概十次以上 吐也吐了五次以上 接近醫院的急診 我打了三針 加上醫生的看診費,加上急診費 總共是四千塊泰銖 大概就是三千塊四千塊台幣 去泰國一個禮拜 我第一天晚上在喬德夜市吃了挑釣蝦 還有其他的生煙 像是生煙蝦、像是生煙鮭魚等等的生食 第一天晚上沒事 第二天開始微拉一點肚子 到了第三天早上八點半的時候 一起床直接暴吐 暴吐完之後呢 哇我就繼續一直拉 拉出來全部都是水 那全部都是水的情況 在這一天我總共拉了大概十次以上 吐也吐了五次以上 買了泰國當地的止蟹藥 或是一些什麼川西棉這種 吊草等等的都沒有效 都是直接吐出來的 加上有點發燒 所以當天是非常的不舒服 我待在飯店裡哪裡都沒有去 結果到了晚上我真的不行了 就直接進醫院的急診 那急診的醫生問完完我之後 決定幫我打了三針 那這三針加上醫生的看診費 帶上急診費總共是四千塊泰豬 大概就是三千塊四千塊台幣 那還好我有鋁瓶錢 就是額外化 打完針之後 當天晚上是好很多 到了隔天我還是繼續拉 一直拉一直爽 第二天也是完全沒辦法動 就直接也是帶在飯店裡面 整個行程整個錯過 我回台灣才拉出固體 所以大家接下來如果要前往泰國的話 因為接下來是旅遊 忘記嘛 那記得生的東西還是考慮要不要吃啦 雖然真的很好吃 好想再去吃喔 對啊一條充電線是可以直接燒掉一整個 自己辛辛苦苦經營好幾年的公司 員工一到現場的時候已經煙霧瀰漫 那時候我也非常的緊張 一間房間整個燒的屋漆滿黑的 我問他說為什麼充電線會自己起火燃燒 羊毛就是出在羊身上 原來一條充電線可以燒掉一整個家 前幾天呢我閨蜜一充充滿滿的打電話給我 她跟我說她的SPA店起火了 那時候我也非常的緊張 問了她起火的原因 然後她跟我說她的整個房間全部被燒得起黑 現場也一片慌亂 鑑定客在現場發現原來起火燃燒的原因就是一條充電線 其實這件事情也完全震驚到我 因為我也沒有想過 原來一條充電線是可以直接燒掉一整個 自己辛辛苦苦經營好幾年的公司 哇這件事情也是大大的警惕了我 那一天剛好要去修手機 會跟修手機店的老闆特別詢問了這件事情 我問他說為什麼充電線會自己起火燃燒 她跟我說其實一般的用地攤的便宜 或者豆腐頭跟充電線 其實他們的電壓跟線電流都是非常不穩的 如果遇到電壓不穩輸出不穩的話 是會有起火燃燒的情況 那天剛好不是她的公休日是她的營業日 所以員工一到現場的時候已經煙霧彌漫 她乾淨打救火隊然後還有那就滅火器 趕快進去那天救火 所以幸好不是整家店都燒掉了 那天也沒有任何人的傷亡 只是把她的一間房間整個燒的屋漆滿黑的 但是這件事情也真的警惕我 我平常也是一個不喜歡撿便宜貨的人 不管是買任何東西啊3C產品還是衣服也好 生活的必需品也好 因為我總覺得羊毛就是出在羊身上 不是說便宜的東西就是不好 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一定有它的區別 像是衣服不可能穿出什麼危險性 頂多就是材質不好可能引起過敏 但是像是3C這種東西我自己也是特別注意 因為畢竟是電跟手機的問題 欸手機一台也是好幾萬塊 那隨便便可能一條線手機有可能會燒壞 我們先別講起火了 起火是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只是手機燒壞 其實也是令人很心痛的事情 所以剛好藉由這個意外跟事件 在這裡呼籲大家 剛好就是出在羊身上 我認為像是這種3C產品的充電線豆腐頭 大家都盡量去選擇原廠爭貨 或者是至少不要買這麼便宜的線 因為今年火災的新聞真的特別特別的多 所以也希望這些意外都不要發生在我們身邊 我的閨蜜呢就是今年剛好沒有續保 就因為她沒有續保了火災線 這次的損失也不知道有多少 也警惕了我趕快找我在賣寶丹的閨蜜 去跟她保了火災線 保障自己也保障我的公司 趕快把我的視頻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們 讓這個意外不要再輕易出現在我們身邊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